首先跟大家宣布 我们在新生第41的案例 第41的案例是34的案例的女儿 因为有到医院里面发病之后 到医院里面做照顾 第一次采的时候一采是阴 但是我们还是不放心 所以做了二采 二采是阳 所以大家有时候有一个疑问 就有一些我们是一采 有一些是二采 那当然会根据整个在检验的时候的一个表现 还有最主要是专业的一个判定 接触的他的接触时 那有各种的情况 据以来就是说是不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那第二件事情跟大家来报告 大家就是说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以色列的旅行团 那在机上碰到一名确诊的个案 那这一名个案从我们的消息来看 大概也是从钻石公主号被确诊是 被钻石公主号的相关的人员 那要去回以色列 那所以他们就同机 跟这个我们旅行团人是同机 那就是以色列的回到以色列之后 被确诊是阳性 所以在这11位 就紧急有这个在以色列安排 在旅行社的安排 就紧急回到包机就回到台湾来 包机回到台湾来 那因为他们是属于跟确诊案例的接触者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明白 没有很清楚说他们做的位置的相关性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 我们还是要加强检疫 但有症状 我们要做隔离的裁检 那没有症状的话 我们要回家做居家隔离14天 这是我们这个新的一个 的情况跟大家报告 然后接下来大概就是有关于就是口罩 因为口罩的产能持续的提升 那这一部分经济部花了很多的力气 还有很多相关的厂商 还有制造的人员非常的努力 逐渐我们的产能是在增加中 那这一部分是不是请我们经济部 往次长跟大家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好 那其实上个礼拜有三天是放假 那经济部要特别特别感谢 我们的口罩机的设备商 我们的手工具的相关的产业 还有我们口罩制造商 三个部分都非常配合 我们在假日三天仍然在全力的充斥 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平均的口罩的产量 仍然可以达到660万片 那我们预计因为现在60台的新机 陆续在装机调校当中 那这个礼拜也应该平均可以达到820万片 那再往下一个礼拜呢 就可以再增加100万片 可以到920万片 那这个都 这个可以每个州 每个州都这样的增加 其实是非常非常感谢 非常多人 努力不懈的在协助 那我们才可以公益给国人 越来越多安全的一个口罩的生产量 以上我先简单做一个说明 因为在各个经济部的努力 还有各个厂商 各个工会 还有相关的从业人员的努力 那我们认为这个口罩的供应 应该会持续的稳定 所以我们也今天宣布 我们在实名制 上面做了更改 我们从每天的成人 每天口罩7天2片 我们要增加为7天3片 那儿童的口罩 从7天4片 增为7天5片 那不过呢 在整个的供应 我还是持续让它维持 就是每天能够购买的人数 是一样成人大概也是100人 不过供应量就增加 从我们从每天的2片变成3片 那儿童口罩 我们上个礼拜才更动 那这我们又在更动 因应这样的一个 未来在学校 可能有比较大的一个需要 所以我们就提供为7天5片 那其他的规则不变 那不过从口罩 因为我们变成7天5片 但我们的供应量是不变的 供应量没有变 所以每天从以前可以有50个买 变成可以40个买 那之所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大概简单的数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成人的口罩 我们从2月13号开始来讲 几乎我们大概在2月7号 大概都激进 大概都有98 所以在中间的 有差不多9成的 其实大概都 差不多都是完卖了 那这个从2月28号起 我们大概每天成人口罩 大概也是9成 9成 3月1号因为是礼拜天 供应的 相关供应的这个药局 比较少 所以卖了大概7成 所以基本上这边的需要量高 所以我们把这个片数直接提高 那贩卖的能够买到的 每一天的人 是维持一样 那但是儿童口罩这一方面 相对 它的贩卖的情况 需求的比较低一点 所以大概从2月13号到3月1号 大概整个的一个购买 贩卖的一个比例 大概从4成5到7成 那所以我们这样的增加 是让大家购买更方便 但是在人数上面 看起来它是有一个极限 所以我们就不打算 把这个每天购买的人来增加 从50人降为40人 但是让大家买到更方便一点 那当然这些政策 这些方向当然会根据我们的生产的量 然后再根据整个贩卖的情况做调整 那我们调整里面大概未来 这大概第一个要做的 可能就是要考虑几个方向 一个就是这口罩贩卖 在都市地区 大概都是比较排的比较长 那向偶的比较多 但在乡下地区 那反而就有一些相对的剩下 所以我们看起来大概现在在库存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 那一样的等量的发送的情况之下 那大概还有剩下成人口罩 1000片以上的药局 大概有800多家 那儿童口罩会剩下500片以上的 大概有4000多家 所以我们大概进来会对于 就是说卖不完的 我们会减量减次的来发送 那未来在下一波的时候 可能考虑对已经就是贩卖比较多的 我们可能考虑就是增加它的一个配送量 或者在一个相关的区域里面 也来研议是增加配卖的点 所以大概有几个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现在今天单纯 我们所有的规则没有变 那只是我们承认7天3片 儿童7天5片 其他规则不变